各位好,我是陈一佳 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2011年8月22日星期 美股全天的走势 三大股指从开盘到收盘 一直保持着相当正面的上涨 当然涨幅在盘中的时候 有一定程度的收拾来 在收盘的时候 道指上涨0.3% 10854.65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上涨0.03% 1123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上涨0.2% 2345点 可以看到 那整个的上涨的幅度 和开盘时比 明显是收窄很多 特别是标准500指数 在今天整个的市场 受到将要在 Jackson Hole召开的会议 大家预期 很多的市场人士 是期待的博南 可能像去年一样的 再拿出一轮量化宽松 虽然很多的分析师表示 并不看好 但这样一种期待 明显还是提振了 整个市场的交易情绪 另外在欧洲方面 虽然欧洲银行间的借贷成本 还在出现上涨 显然欧洲的银行的危机 还没有过去 但是似乎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 稳定的迹象 不管是欧洲市场 还是美国市场 都在今天有一个好的交易 另外在德国方面的总理 则是表示 不将受到来自于股市 和其他市场方面的压力 而反对推出的 有些人提出的一个 欧盟统一的债券 另外可以看到 在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来自于利比亚 那利比亚的首都 已经被这个起义的人 大部分基本是占领了 目前可以看到 对于来自于欧洲 进行交易的 布伦度原油的价格 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目前可以看到 布伦度原油的价格 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但是在美国市场 进行交易的德克萨斯 这个轻质油的价格 则在今天出现了上扬 主要是因为欧元走软的原因 目前在收盘时的交易价格 是已经超过了84美元一桶 那在今天的黄金的价格 还在进一步的出现上升 目前已经是接近 1900美元一盎司 目前是1894美元一盎司 进行交易 那相关的板块 在今天的走势 当然是非常的不错 另外再来关注一些板块方面 在今天走势不错的板块 包括像工业 原材料 刚才说到的 还有原油等类股 但在今天的金融板块 是受到了拖累 那就是来自于美国银行 他们表示 在中国建设银行方面的持有的股份 可能只会减少一半 这个消息之后 股价又再次出现明显的下滑 那整个的板块也是受到了拖累 另外再关注一下 就是科技板块 在今天的出现了 也是相当正面的上涨 特别是惠普公司 他们在星期五的时候 出现超过20%的下滑之后 在今天呢 盘中一度有超过7%的上扬 不过在收盘时 依然有3.6%的一个上升 那整个的科技板块应该说的走势还不错 最后再关注一下 就是波音公司 他们有消息是呢 Delta会要订购 大概100架737的这个机型的飞机 那所以呢 这个好的订单 当然也是支撑他们的股价 在今天有进一步的上涨 以上就是来自于美股 在星期一走势最新的一些动态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明天再见